老虎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我们看看今天这个同学的提问 他说我还有广告收益 在YouTube到AdSense之前 因为频道停止获利的原因 这个钱没有成功的到达AdSense 我是因为频道重复内容的原因 被停止收益 那么停止收益的话 他就要做一些频道的修正 他就把可疑的视频删掉了 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他现在目前还没有达到4000个小时 他的问题是 如果我在一年之内又重新成功的加入了YPP 那在这之前没有到账的 就是这一个月的AdSense的钱 还能不能收到 好的 先介绍一下背景的这个情况 第一油管的频道 随时可能会被取消YPP 原因是他的算法检测到你的违规 其他的人的举报 反正只要是人重新进去 看你这个频道进行审查的话 他就有可能取消你这个获利资格 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不是讲月底 不是讲每个季度的最后一天 他是没有规律的 所以就每天都有人被取消获利的资格 那原因当然是内容不合格 对吧 重复原因是其中一个大量的侵权 那是另外的原因 或者是原创的垃圾内容 也是有可能会被取消获利 那油管的付钱是有这个安排的 那最开始赚到的钱 每一天在延迟24小时 会在油管的后台告诉你 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 大概在10号到13号之间 你这个上一个月所赚到的钱的话 会经过审计 他确认讲你这个钱没毛病 做过调整以后 会放到这个Adsense里头 Adsense这个账号 就是你的收款账号 也就是说这个钱已经确认过 油管要付给你了 那放到这个Adsense里面去 Adsense相当于是你在油管 这个银行开的一个收款账号 钱一旦进到那个地方 那就是你的了 除非一些特殊的情况 如果你的Adsense违规被封掉的话 那如果里面的余额少于100块钱 它是管理的账号 那油额就不会给你了 如果多于100块钱 它管理的账号 在Adsense里头的钱 它也会给你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当这个月赚的钱 还在YouTube的后台 没有进到Adsense里面去的话 这是不安全的 未经审计的 那就是这个同学 现在这个情况 好 他赚到了钱 在油管的后台可以看到一个数字 但是在这个月的某一天 它被取消了获利资格 那取消获利的资格明确的告诉它是重复内容的原因 那如果停止获利是在月头的话 那就几乎没什么钱 对吧 如果停止获利的话 是在月尾的话 那基本上一个月都快结束了 那这个盈利的数值可能就会比较大 但是每一个频道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频道 它这个月赚了1000块钱 那么根据流量后台的这个数据的判断的话 它可能800块钱是干净的 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200块钱 是来自于那些存疑的这个广告收入 所以每个人的频道被取消获利的这个时机 和违规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不一样 那就会导致如何处理 你这个月的收入情况的话 有不同的结果 那我可以告诉你 那根据我所看到的这些真实的数据 来源于我的这个学员啊 群友啊 或者是观众 那绝大部分情况下 一旦被停权 这个月的钱是不会再给你了 那的确也有几例啊 30天之后 他重新申请又批准加入了YPP 那他过了30天以后 又重新开始赚钱 当下个月开始付款的时候 发现他在下一个付款周期的时候 他不仅把现在新赚的钱给他 而且把上一次停止获利之前的那一个月的钱也补给了他 这是我所看到的情况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油管的官方文档 或者是Adsense的官方文档里头 有任何的记录讲解他们是如何处理停权之前的最后一笔收入 所以像这个同学他被停止了获利的资格 然后他大量的删掉了视频 而且删掉视频的结果导致他的公开观看时长的话掉在这个4000小时之下 他现在又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重新达到1000个粉丝和4000个小时这样一个标准 像这种情况意味着他这个频道里头大量的内容都有问题 所以他在整理内容重新加入YPP之后的话 我对他哪回 他在停权以前的那个月的最后那笔收入是不抱乐观期望的 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个问题的解答 如果你也想提问的话 提问的方法在这个视频的链接当中 那得到老胡问题解答的更为便利的方法 是欢迎你加入老胡的自媒体朋友圈这样一个电报群 加群的方法也在这个视频的说明区当中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